有时候你为了要继续打造你自己本身喜欢的东西 你就要有钱 你要有钱的话 你就要卖一些好卖的东西来赚更多的钱 因此,Eston Martin这个 Second Century Plan的第四款车 就是专门推出来赚钱养家的 它就是Eston Martin首款 SUV DBX 而如今这个DBX就真是来到了我国 这个DBX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辆GT车款 那后面的这个X其实就是Crossover意思 也就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是跨界的GT跑车 因此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看起来就是非常的Crossover的感觉 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前脸造型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形 整个就是非常Eston Martin的感觉 也包括这个头灯组 一看就知道是Eston Martin 还有这个史上最大的Eston Martin的水箱护照设计 还有同时这个厂灰也是史上最大的Eston Martin厂灰 这个是手工打造的 是一个艺术品来的 而下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这个一个扰流器的设计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Malaysian Spec DBX 它是有这个感应器的 意味着这辆车是有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DBX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它的热烈灯来的 而且这个热烈灯它打开的时候其实是长得蛮酷的 然后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导流口 主要是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散热性能 那除了保险感以外啦 其实这个引擎盖上方也是有这个散热孔的设计 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散热孔 这个V8引擎就在下方而已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一个Eston Martin经典的设计元素 它是源自Zagato的一个鱼鳍设计 这边也是做一个导流的设计啦 然后车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有坚持Eston Martin的一个精神 那就是它的这个黄金比例 1比2也就是车窗1然后车身2的一个比例 它的这个腰线呢也是为了特地 强调这个黄金比例的设计而做的一个设计 DBX的轴距也达到了3060mm 这个其实是同级最长哦 但是它的总车长在同级之中又是比较短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它的前后的这个overhang其实是比较短一点 在车身的灵活度方面其实它会比较出色一点 那在车门的部分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个DBX 它是使用了这个所谓君子握手的这个door handle设计啊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车门 它其实还是采用这个Eston Martin经典的Sundor 而一门的这个开启方式也就是向上开启一个12度 非常的优雅 那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它的这个门框的设计 除了是一个很漂亮的五框设计以外呢 中间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玻璃的材质啊 和普通的那种钢琴K啊 又或者是carbon fiber 碳纤维是不大一样的 这个过来是很玻璃的这个感觉啊 整个就精致了很多 而在车尾部分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到 这个DBX还用有这个非常darker的这个设计啊 这个其实是启发之DBX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呢除了是设计以外它其实是有功用的 它是一个darktail spoiler的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一定的这个下压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这个后挡风镜呢 它其实是没有wiper的 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spoiler它是特别设计过 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乱流啊 来直接将这些肮脏啊 水啊直接拍走 所以是不需要wiper的 然后这个spoiler呢也是有经过精心设计 能够提供适当的一个下压力 而在下方的部分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扰流器设计啊 其实这台车的整个车尾啊 感觉上就是 Crossover版本的这个Vantage啦 也是Esta Martin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那这个扰流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ocal spec的这辆车啦 它是没有这个carbon fiber的时间 下方也没有这个扰流器的 其实你是可以另外选择carbon fiber 还有扰流器的 看起来就更加的帅了 但是这个双边弹出的排气围观还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镀铬的这个试管呢 其实你也是可以另外选择别的颜色的 打开它的尾门 就是这一台车的这个整个卖点所在啊 没有错 它有这个尾箱 而且它的尾箱空间达到了一个632公升哦 同时后座的这个座椅还可以做424的倾倒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这样放下 然后提供更多的空间啦 重点是这个座椅呢 它是通过这边的这个button 直接按电动直接放倒的 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按键 这个其实是让你的这个车身高度 呃上下调整 就是你要放东西的话 更加更加的方便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实车啦 就是有这个 呃这样的这个折扬板 它是一个真皮打造 然后里面的这几个行李箱呢 其实是一个呃随车来的这个套件 被称为touring pack 那你选择touring pack的话 它就给你这些高级皮革的这个包包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是这个宠物的配套 被称为tap pack 还有一点是我看到它这个 这个aluminum的这个丝板呢 非常的漂亮啦 这个是一个brush aluminum的材质 然后这里呢 这些呢全部都是真正的一个铝合金材质 非常的精致 那打开这个铝合金的clamshell引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具引擎 没有错它是熟悉的这个 AMG 4.0 V8双涡轮震降引擎 这具引擎呢 Asmarty 是有自行进行调教过 包括这个排气声量也是有tune过的 那在这个DBS身上呢 它可以产生550ps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呢 只是高达700Nm 并搭配9速的这个自排变速箱 然后采用一个全时四驱系统 0-100的这个加速呢 只要4.5秒 极速291公里 这台车它有一个Active Differential 在普通模式下呢 它的动力分布是前53后47 在设定的情况呢 可以把我100%的动力 完全传输到后轮 非常的疯狂 那这台车它采用的是 这个粘合式的高强度铝合金车体架构 而且是全新设计的一个车体架构 来的专门为DBS打造 这个平台呢 除了可以带来更加出色的刚性 提升操控以外呢 也大幅的轻量化 让这台车的全车重只有2245公斤 而且DBS的前后配重比 是前54后46是蛮均衡的一下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DBS它有一个被称为EARC的 48V防晴杆 电子防晴杆来的 它可以提供高达1400Nm的扭矩 在激烈超跌下呢 还可以维持很稳定的这个车身 而在轮圈的部分呢 DBS采用的是一个22寸的断照轮圈 然后这个颜色呢 你也是可以自行选择 那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这个轮胎 是P-Rally 专门为这个DBS打造的P0 专属这款车的一个轮胎 尺寸为前方是285 后方则是325的一个配置 至于在这个刹车系统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刹车盘是蛮大个的啦 这个前方的Size 是410mm 而后方则是390mm 前方的这个刹车卡钱是一个 大六活塞的Brembo 刹车卡钱 DBS采用的是一个电子悬挂 它可以升高达到45mm 又或者是降低多一个50mm 它还有一个被称为Access模式的 主要是方便你上下车 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只要你把车子开到时速10km以下 它就能够再进一步降低多一个5cm 做这些车厢呢 首先又是Eston Martin 的车 果然是那个皮革的香味非常的重啦 那整台的一个中控台啊 还有内装啊都是手工打造的 这个也是Eston Martin 的一个传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的设计 其实是和这个DB11非常的相的 那我个人是蛮 觉得蛮特别的地方是它这一个 有这个皮革的一个鼓啦 这个东西蛮特别的 然后它的这个speaker 的这个洞 也是以一个皮革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包括门板那边也是一样的一个设计 这个我是觉得蛮精致 蛮英伦风的感觉 而且哦 除了这个手工的缝线很讲究以外啦 而你也可以另外选择这个类似 Oxford 皮鞋上面那个部落客打孔的设计 整个就更加的英伦风 然后同时呢这个Headrest 上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这个Eston Martin 的 Embroidery 这个也是一个 额外的Optional的选择来的 那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Eston Martin 专属的这个 非真原式的一个方向盘设计 也是在这台DBX 身上有出现 然后前方是一个全液晶显示的这个Digital Meter 主机呢 也是源自Mercedes 的这个 Infortainment System 这个呢 其实和Eston Martin 目前现行的车款 都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我就注意到这个电动调整的这个 电动座椅调整的这个东西啦 就跑来这里了 这个和它的旗下的跑车车款是不同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发现到这台车超级多植物空间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整个很大型的一个 这个旅空的设计 然后中间呢还可以给你放电话 包括这个Cable 它都做好一个轨道给你了 DBX 配有五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这个Cord 所谓Comfort模式的这个GT 模式 然后还有Sport Sport Plus 以及DBX 专有的这个Off-Road 模式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这台车的这个驾驶模式的按键呢 并不像Eston Martin 传统 跑至位于方向盘子上 而是移到这个重量护车上这里了 SUV 当然是要讲这个后座的部分啦 那我就发现到这台DBX 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非常的出色 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都很足够 加上它有这个全景偏装的这个配置 让整个空间感的表现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哦 我发现这台车哦 它竟然有四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分别是在B柱 两个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 然后呢 这个中间这个试板呢 我可以看到它可以独立调整这个风量 还有温度 还有这四个button 也就是说这台车的这个后座的这个座椅呢 这个椅垫呢 其实是有加热和加冷的功能的 加热和加冷都有 但是我发现这台车的这个椅背啊 它是不能调整 它是一个Fixed Angle的 但是支撑性方面其实还足够的 如果要挑剔的话啦 我会觉得它的这个 这个衬托啊 稍微比较不足一点 有点太过平了 那还有一点是我发现这个哦 它连这个东西都这样精致 这个整个就是非常英伦风的感觉 好像那种皮革的那个行李箱的那个 Handle 的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螺丝钉 哇 整个就是 全新的DBX在五国的售价为81万8千令吉 当然这个价格是包括税务还有选装的 那这个价格呢 相比之前 Aston Martin Malaysia 所公布的这个预售价 是稍微高了一点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 自从这个Aston Martin 换的新老板过后 也就是来自 AMG 的这个 Tobias Moores 过后呢 它在试开这台车过后 它就有一点feedback 它说我要将这台车再度 refine 做得更加精致 也因此在隔音表现上 还有一些细节上呢 它做得更加的出色 因此造价就更加的高了一点 那这台车的这个同级对手有谁呢 我个人觉得最靠近最接近的 就是这个 Bentley Bentayga 了 但是这台车它比这个 Bentayga 有特别的一点 那就是它采用的其实是这个 我刚才忘记说 就是它的引擎呢 其实是一个前中置的配置 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也就强调了它的这个操控 还有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乐趣 我相信这台车开起来 以一台SUV来讲啦 它应该算是比较偏向performance 还有比较偏向handling这一块的一台SUV 在这一方面我相信 这个DBX 应该会挺好玩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DBX 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一期的这个影片再见啦 我是小明 记得Subscribe 啦 Bye Bye 我记得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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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Subscribe